我是梁偉基 九十年代初在柏立基教育學院畢業 主修經濟及公共事務和美術設計 我在柏立基教育學院讀書的時候 已經覺得教師是一份很有義的職業 希望能夠引導小朋友發揮潛能、健康成長 日後貢獻社會 令我印象最深刻、最有體會的 其實就是在可輝學校任職末代校長的三年 可輝學校當年是一間面臨殺校的學校 在那裏我們看到我們的老師 他們是對於怎樣去推行融合教育 照顧學生學習差異極之有經驗和心得 這件事對於我面對現在的學校的環境 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進入張偉索的時候 其實學校只有九班 無論是家長和老師都很擔心學校即將會結束 所以在可輝學校吸收到的經驗 就能夠令我很有信心 很有效地帶領我們的同事 去照顧我們同學的學習需要 我們無論在課堂教學 課後的小組支援 或者怎樣去發掘學生的共通能力 多元智能都花了很多的心思 實踐到恩財師教的理念 所以這幾年學校都一直擴展 發展到今天 其實張偉索的小學已經擴展到25班 平行班級的一個規模 希望每一位教大的同學和新一代的老師 你們都能夠維持你們的教學熱誠 用心教好每一位學生 好多謝母校當年悉心的栽培 我的教育理念 很多的對教、認知和技巧 都是母校學習的時候得回來的 在這裡寄望教大 日後能夠培養更多 有愛心、有魄力、有熱誠的老師 日後能夠繼續 貢獻教育界祝福社會